有關課表裡面有提到有關連結資料庫 MySQL 部分 其實我有把它放在雲端講義裡面 如果有需要這個部分的同學可以打開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八個單元 這邊其實有VBA與Python連結 MySQL 資料庫 不過我前面有帶到就是說 MySQL 資料庫跟 SQLite 資料庫最大的不一樣 SQLite 資料庫是檔案 可是 MySQL 它是一個主機 主機的話相對的就是一台Server 當然你不一定要找那種大型的電腦去安裝 筆電也可以啦 只是說你需要找一個懶人包 目前當然最簡單的 如果你要架那個 MySQL 雖然簡單但是還是要設定 而且還要設定帳號密碼 連線的時候還要給帳號密碼 而且你還要查出你電腦的 IP 位置 有時候連線還要告它 IP 位置 那如果檔案就簡單 檔案就是哪一個資料夾裡面的哪一個檔案名稱 可是如果是主機的話 那就是要知道說我們這個區段裡面的哪一個 IP 位置 才能夠連線的到 所以第一步你可能要知道怎麼樣去安裝 MySQL 那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找這個 SAMP SAMP當然它這個版本可能比較Chill 如果你可以找到網路上有最新的話 你可以去安裝最新的這個 SAMP 那這個 SAMP 其實就是一個懶人包 意思是說反正你裝了之後呢 它就幫你把那個環境都OK了 那只是說你要做設定 那我假設說你們要找這個 SAMP 的話 我是有把它放在那個我們雲端上面有個補充資料 這邊有個叫 SAMP 有沒有 563.zip 那使用的方式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回去 可以按照上面的操作方式 其實也非常簡單 它真的很懶人 下載解壓縮之後 先執行那個 SAMP 然後再去點選那個 SAMP 點 Control 它就跳起來 然後就啟動就OK了 不過這個是正常狀況 但有可能有一些電腦會有防火牆 會把這個 因為其實它是 Server 所以可能會擋一些東西 那如果有擋的話 你可能自己要去把它打開 這可能還是會有個案 那你就把這個什麼 這個 Apache Apache 是 Web Server 就是網站的伺服器 裡面的話有個 MySQL 那這樣的話 你電腦上面 就已經有裝了一個資料庫的伺服器了 那後續的話 就可以用我們之前教過的方法 呼叫那個 MySQL Lite的方法 跟呼叫這個 MySQL方法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有一些狀況 你們可以稍微參考 防火牆這邊相關設定 還有就是一些 設定我想自己再稍微照著操作一下 那當然呢 如果在 Python 裡面 如果要連線 MySQL 的話 一樣要裝套件 因為這個套件不是內建的 那個套件名稱叫做 MySQL 所以安裝的方式是這行 裝的方式就一樣嘛 還記得吧 然後你就打開那個 我們的那個 Python 環境 然後 CMD Enter 然後把這一串貼上去就安裝好 安裝好之後的話呢 再去連線 MySQL 那當然你可以建這個資料庫 那你就可以把它連線 那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說 本來我們 import本來是 SQL Lite 3 那當然就改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連 SQL Lite 我們是連 MySQL 所以這邊就是Py MySQL 那連線的 COM有沒有 這個物件呢 本來是去 Connect 現在的話呢 也是 Connect 不過 Connect後面 就不是一個檔案 而是一個 HOST 所以特別是 HOST 後面加的就是你的 IP 位置 所以你要自己查 每一台電腦 IP 位置不一樣 你要自己查出來 OK 然後呢 你的破號是固定的 另外的話你的帳號跟密碼 可能也要自己改一下 預設是1234 那如果不是1234 你就不能說照打 OK 然後DB的話就資料庫名稱 然後這個Trust Set的話 一般就UTF8 那這樣的話後面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不一樣的地方只有開頭的地方 後面的部分基本上都一樣 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紅色字 有沒有 我們在那個 SQL line好像是 integer 但是 在 MySQL它縮寫了 它改成 INT 我印象中好像這個地方不一樣 因為之前好像就是用 integer 發現錯誤不行 改成 INT 就OK了 所以大概遇到的錯誤大概這些 其他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的 MySQL建起來 然後剩下來的上面連線 那其實做法後面的部分都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把之前的那個什麼 這個 SQLite的範例 改成用 MySQL 不過可能前面要架那個 server 可能需要有點難度 反正就是把 MySQL架起來 可以連線 這樣資料就可以丟過去了 那其實 MySQL非常好用 因為如果說你假設公司內部有裝的話 那任何人都可以寫到那一台資料庫裡面去 也可以任何電腦也可以存取 那可是如果你是檔案的話 那你要給別人就不方便了 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那其他的話 存取權限這個可能 我自己再看一下 另外的話底下有提到有關 VBA連線的部分 OK 所以各位再參考一下 VBA怎麼新增的方法 那VBA的話其實主要用到一個ADO啦 這邊其實有一些語法 其實基本上的話 新增資料庫的語法在這裡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八個單元 那我的那個 就是Sample那個懶人包 是放在04補充資料裡面